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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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不是留言手 在我身边来回 你笨拙却温柔 闯上我心里面的钟 你瞬几秒算 算不出 爱情这道题 我告诉你 你牵我的手 太疼 我看见最完美的你 你眼睛感受差不多 我叫云淑 今年22岁 我身边的这个男人 是我的丈夫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 挂了我的毕业论 他霸占了我的房子 我们认识三天 就成了情侣 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现在 我们举行了婚礼 而对场婚礼 其实代演一场戏 你以为这是一场情感骗局 其实 我们之间的故事 远比这个不大 太疼 我看见最完美的你 闭一眼 我用爷爷给你的礼金 帮你买了一份理财 在合同里增加了一份补充协议 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作为你每个月的生活费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在这里签个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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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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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疼嗎 不疼了 這樣就好了吧 別動 小時候啊 我跟我姐每次都弄得 渾身都是傷 所以呢 生什麼病 用什麼藥 我都是很加好的 運輸 嗯 有句話 我想跟你說 一會兒接就好 喂 茂律師 哦 我跟思念都很好 今天謝謝你來幫忙 運輸 嗯 你不是留言手 在我身邊來回 我喜歡 你笨拙卻溫柔 吵上我心裡面的鐘 一聲幾秒算 算不出 愛情這道題 怎麼樣 睡得還好嗎 啊 剛剛 周公叫我 所以 睡得還好 還滿意嗎 嗯 沈滿意 今天早上 你說我們的戀愛精神太快了 所以我向沈老師 自訓一下 所以 你才帶我來看電影呢 我們是先結婚 後戀愛 所以我想 把這些都補上 我這個人 很古板 也沒什麼情缺 但是有一點我很缺陷 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希望 我們可以彼此多一些了解 戀愛一場 我懂得去什麼 但是我可以學 畢竟我的學習能力 也比較強 我願意做出一些改變 為了你 熄滅了的找尋 光的痕跡 腳下的流氓清醒 張老師 你又要員畢業了 嗯 謝謝你 張老師 晚上要不要一起睡 這個不是我之前 那個漫畫本嗎 你在哪裡找到的 那天帮你搬家的时候 发现了他 好怀念啊 这都是好久之前的了 我还以为都丢了呢 抱歉 云叔 没经过你的运许 看到了齐冲爷 是你的在我标准 我发现有很多 我都不太符合 这个呀都是好久之前写的 当时还什么都不懂呢 所以不算 张老师 你已经很好了 但是看到你的标准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真的不太懂了 我也没给你制造过什么惊喜 也不曾让你有过心动的感觉 这对于我来说 都不是数学可以解决的 感觉有了就好了 所以说 今天晚上 到底要不要一起睡觉 我想到一个人 但是我也不确定 他到底可不可以 嗯 还活着呢吗 云叔需要画一个霸道总 才方便的漫画 有些问题需要问一下你 这你算问对人了 我可是霸总角色专业户啊 首先呢 霸总的名字 要起得霸气 比如慕容火海 南宫贤 其次呢 他长得帅 我就说了 他不一定靠谱 也算帅的 然后性格要孤僻 诡异 对全世界都是能力 偏偏对女主 有道理 明白吗 最后啊 你要放一句狠话 就比如说 这是朕 为你打下的江山之类的 明白没 嗯 听明白了 陆宇 今天谢谢你啊 琳琳 你给云叔表演一下 怎样做一个霸道总裁 他也许就有灵感了 首先啊 你要说我那句 清天的语言 你不敢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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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你不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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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不敢放 好了 张老师 你现在该出去了 你睡为我要工作了 如果你在的话呢 我没有办法 你听到我的血 韩唐的东西要少吃 对身体不好 听到没 我 不过 可能会涉及到你的隐私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 那你先说说看 我是不是你的初吻 你当然是我的初吻 你也是我的初吻 你拒绝这次项目 是因为害怕 和初初姐她们逼关 我会难受 对吧 我只是最近太累了 而且还想多抽出了一些时间 好好佩佩依恋 思念 我没那么幼稚 我想成为你的贤力助 不想连上你的芭蕉石 虽然 我不太懂你的世界观 但至少 我可以为你的人生计划 还努力一下 恭喜你 顺利地通过了大便 就这些啊 还要恭喜你 终于不用去学校旁听我的课了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我们的契约要到齐了 你愿意 你跟我许愿吗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张太太 我愿意 但是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好 你说 你可以等我一年吗 这一年里面 我想去小黎化寿好好学习 你带着爷爷 去海外好好治病 好 好 我答应你 然后呢 然后 接下来西芒 可以这么数文几年了 那 再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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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森林里有无的绝望的人 一生里的枕暖枕中了梦房 没人还醒着你带你回去 鱼啊 树上的鸟儿在鸡鸡喳喳 你对世界里的简直是什么 世界 是无限中可能性当中的 数学形式当中的一种 那 你对未来的计划呢 和你一起 在三十五岁之前 和她飞儿思想 那你对人生的感悟呢 我爱你 我爱你 没人愿陪伴她说一说话 我能问你的问题 好啊 觉得你的人就完美吗 如果没有你这个 差不多小姐 我的人生 就不可能完美 没聪明 你 好啊 你